绿豆糖水一般都是寒凉的 今天分享一个不伤味的绿豆汤 首先准备30克绿豆 像现在是夏天 用绿豆来清热解暑是最合适不过 不仅能补充水分 而且还能及时补充无积盐 绿豆清洗干净 用水浸泡一个晚上 接下来准备适量的橘子皮 用剪刀把它剪碎 橘子皮可以造湿化糖 用于湿糖含糖咳嗽 剪好的橘子皮放入水里 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干草片 干草片放入水里 清洗干净 控水捞出 接下来把橘子皮和干草片 放入砂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 小火煮20分钟 这是我提前一个晚上泡发好的绿豆 绿豆洗干净 控水捞出 放入碗里备用 接下来橘子皮和干草片的水 全部煮出来了 把这些渣捞出来 然后把泡发好的绿豆放入进去煮 大火煮开 小火煮30分钟 30分钟之后 加入适量的冰糖 把冰糖煮至融化 就可以开吃了 喜欢的朋友不妨收藏起来试一下 我是西妈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